一将功成忘谷枯 打出来的叫张伟丽 打不出来的叫孟伯 张伟丽靠着20胜1负的战绩 拿到了UFC草量级女子金腰带 唯一的一场败季是首战输给了孟伯 这里并不是说孟伯不优秀 这位曾经的13场不败女王 目前仍奋斗在八角龙的山伯之花 最近的一场比赛 仅仅用时24秒便Q了对手 同样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但在均匀度上 跟张伟丽却相反云林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 必然中充满了偶然 当年那个嚷着要学功夫的小女孩 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有今天的成就 张伟丽1989年8月13日 出生于河北卫县 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 家里还有两个哥哥 六岁时受功夫片的影响 张伟丽就开始学习武术和摔跤 上课问的第一个问题 竟然是学会了能飞吗 如果说边上小学边学功夫是小打小闹的话 12岁那年 小伟丽真的想去武校上学了 母亲很矛盾 一方面怕这条路太苦 另一方面希望女儿有武艺傍身 至少以后到婆家不会受到欺负 于是就布置了考验任务 让她自己找学校 小伟丽执着地在电视广告中 找到了一家武校的联系方式 父母只拗不过送她去了武校 12岁的年纪刚进去的时候总是被人欺负 然而仅仅过了七个月 她就成了最能大的孩子 14岁的时候就拿到了河北省三大冠军 后来受到了江苏省三大队的征召 成了体制内的一员 到这里张伟丽的人生足迹 像极了绝大多数的三大运动员 打比赛拿成绩为国争光 退役后有能力的就进入体制内 成为一名体育官员 有其他想法的就开馆收徒 输送运动员和承接比赛 但17岁的一次伤病 彻底把这条肉眼可见的光明之路 找上了大石头